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在台南安平这边的渝光岛一个吊点 也就是旧港的南堤一个钓鱼的地点 那怎么去呢? 就用这个影片来为各位介绍 首先呢,在健康路尾这边呢 先到健康路中游的加油站 记得在这边上一家厕所 因为这个厕所比较干净 进到吊点那边呢,几乎都没有厕所 那在这边上完厕所之后呢 就沿着健康路往西边走 走到底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指标 就是往渝光岛的方向 左转之后进入桥下来的时候 会看到下桥之后的左手边 这边有一间上心吊具 这是在渝光岛唯一的一个吊具店 你可以在这边补充你要的东西 那往后呢,就继续往前走 走到岔路的时候又走 就跟着影片看下去 好的,从桥上面下来之后呢 正前方,这个是大海边的渝光岛 可以正前方这边走进去 就可以到达渝光岛的 那我们现在右转 方向跟右转 之后走过来 右转之后就往前执行 往北的方向 要往那个旧的秋茂园的那边 旁边有一个,可以有个马场 那马场旁边的小路可以到达 那边有很多人在那边冲浪的 那是进去的道路给各位看一下 渝光岛呢,以前在前面旧港那边之前封起来 后来旧港打通了 所以说进出的渝船就不用绕那么大 那边之前啊,他把旧港封起来的时候 那个地方啊,又完全要出房什么 要让海那一间 浪费了很多油料 这就是之前的错误政策 后来陈面错误又把它打通 好的,在这个位置注意看 这边有一个以前旧的马场的路 往这边 这条路呢,算是开得紧的 不过这条是单行道 有没有单行道啊 没人在看海军界的方式 单向那边 这个位置点呢 这个位置点就是 一个潜水协会的 我们冲浪板的地方 这个点右转 往这个方向走 这边呢 吊点呢,汽车进不去 一般都会停在外口 那摩托车 小型的电动车可以进去 往这个地方 注意看 这个缺口 从这个缺口左转进去 钓鱼的人呢 会把车子放在这里 今天因为台风刚过 不过往后面几天 这个两三天啊 这边的票框应该会補过 就往这边进来 一般开车来哦 都会用小型的电动车 再把东西运进去 前两天的海浪把一些垃圾都倒上了 这边有一个公告 公告可以钓的地方 清楚吗 可以看到了 OK,这是钓点 用黄色的区块 看到黄色的区块就是可以钓的 走进来之后 里面的水比较清澈 自然鱼啊 今天鱼货应该是不错的一点 可以看到那边就有人在钓了 都撑着山 这边鱼 小鱼比较多 大鱼还是有 其实这小坡块的地方啊 它把它叠成这样是比较安全 像有的地方的小坡块是乱丢的 它这看起来比较平整 看到这个海浪打上来的那些 那个保利龙穴啊 可能过一阵子一定会有人来清掉 前面那边比较多人 好像中午了 没有 我只用A3 A3 这个是层底钓 鱼勾的一块 应该看起来像中方鱼勾 这边 好几个带都没钓 这个位置点应该是可以钓到鱼 就是它们丢拋鱼的地方丢下去 这边会有海流流来流去 那个肉粽园旁边啊 都还有牡蛎 野生的牡蛎 不过因为在港区 那个牡蛎都会含有 那个油污的污染 我们再看一下 看它们有没有跳到鱼 这样才能够干活 走到这里 那些恐怖的出来 那里面感什么 这边 不一个 那天早上來看,DJ是在拉多小時的 OK,我前面繞一圈就...就去拍了 這邊有一條 這邊有嗎? 蝦蝦啊齁 都多吃嗎?出播多喔 差不多 今天魚應該會在賣 沒有在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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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正常風太過 差不多兩天三天都會在賣 今天的釣況不是很好 很多人就熟了 是到封量的 請處理四桌 請坐 請坐 有 緊嘗 請坐 請坐 好的以上这个就是台南市安平区渔光岛这边旧港难题的一个调查的介绍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次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